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一系列胡同的研究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 就是找到它里面的这种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层面的一个运行机制 我不是那种相信设计是一个从建筑师脑子里面的一个灵感出来 就能传递出去的一个东西 首先它必须吸收现实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的这种你的教育背景 生活背景给你的哲学理念和现实进行一个matching 比如说那你不明白胡同理论 为什么要做这些加建呢 其实你走推开门你去跟他们谈 你就知道它这个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动力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动机是什么 你也就知道你的设计 其实可以在哪点上找到的这个立足点 胡同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宽度 或者说这个屋顶是不是原来的这种这都不重要 那么更重要的是它在原有维持了一个这个机理的一个城市 城市机理一个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它实际内部的内容总在变 那么这就其实更像一个打个比方说它更像一个一个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里边有互相去有一存关系共生关系的 甚至于是掠视者和被掠视者之间的这种生存关系 你首先要把这些东西掌握清楚之后 你才能够说去让这个热带雨林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好 或者是在它走向一个这个覆灭的时候怎么去挽救它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和它共存去体会 然后从里面学到能够指导我们未来实践的一些新的东西 之后呢在2007年底前后回到中国 通过一段时间对中国情况的了解 我们三个合伙人就开办了我们这个Meta工作室 就是Meta这个意思呢 其实翻译成中文是个大家不太能够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词 就是说这个原概念 当代的很多现实 它其实被很多已有的概念蒙蔽住了 就是说比如说你想到一个杯子 你会想它是不是一个宜家的杯子 然后这个杯子是不是一个咖啡杯 你会有太多的概念放到一个简单的东西里边 你最后就忘了它其实简单的就是一个杯子 我们就希望它退回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原级的概念 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出发再去做这个设计 就是这些胡同研究 它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它带来的这些复杂性 还有它对于这个很多 很多就是社会现象 还有人的行为模式的这些思考 在指导室内设计上是很有意义的 胡同让我最着迷的地方就是 它这个复杂性是无限的 你觉得它好像有一个逻辑的时候 你觉得你好像抓住了这个机制的时候 你再仔细一看 它比它 它又跟它不一样 它比它还复杂 所以你不断地在这种追逐的过程中 但是就是它总是很善变 它又逃掉了 你再去追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 我们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也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得到启示我们的一些 很重要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